在朝鲜星期天出人意料之外表示 希望和美国进行直接对话后 朝鲜副外长金贵冠和中国副外长张叶隋 星期三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这个被中国外交部称为战略对话的会谈 是自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近在加州会面后 中国与朝鲜之间最高级别的接触 据中国外交部网上公布的内容 金贵冠表示 朝鲜珍视与中国的传统友谊 希望双方继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他说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是前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疑讯 他说朝鲜愿与中国各方举行对话 参加包括六方会谈在内任何形式的会谈 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何问题 美国日本和韩国官员 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会谈 会中讨论了朝鲜重回六方会谈的问题 朝鲜星期天提议和美国举行高级别会谈 并和韩国谈判一个终止双方战争的和平协定 奥巴马政府说 朝鲜必须有终止核武器项目的具体行动 正在北京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星期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议题也包括了朝鲜半岛的情势 潘基文对中国官方电视说 北京对缓解朝鲜半岛情势发挥了建设作用 我真心感谢中国在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 以及促成朝鲜半岛南北对话方面 以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重要的是首先必须缓解紧张局势 这样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才能展开对话 朝鲜今年早些时候 不顾中国劝阻发射远程火箭 并进行核试验 这些作为激怒了中国 导致这个朝鲜的最重要盟友 不但支持联合国加强制裁朝鲜 还限制朝鲜在中国的金融活动 此外中国也面对强大的国际压力 敦促平壤重回非核化会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